其实关于他刚刚那段采访呢 我有看过每剪辑的版本的语速还要慢一点 而且呢滔滔不绝说了整整三分钟 看来他对于这段感情呢 还是有一些委屈和不能讲的一些原因的 我觉得既然他们已经分手了 就随他们去吧 我们关心的要关心他们的作品 不是去关心他们的八卦 因为我觉得做艺人其实挺累的 你说承认吧需要勇气 分手吧更加需要勇气 怪不得有一些就是艺人 他会选择隐婚 比方说无尊 我前段时间看了他一个综艺节目 他始终没有曝光他的老婆 就是怕外界给大家太多的干扰 好了还是关心一下跟我们比较有关的吧 说到花儿与少年 这七个花儿与少年呢 还真的是行动够快的 自从上一周拿到了收视第一的好成绩 这档节目呢 马上昨天就来录制快乐大本音 也是被我们的记者带了个增长 上周五晚湖南卫视花儿与少年 刚播出第一期 就拿下了全国收视段收视第一的佳季 昨晚湖南卫视趁热打铁 召集花儿与少年所有明星嘉宾 录制了新一期的快乐大本音 并安排了全国媒体的群访 这也是七位明星在旅行后 首次聚首亮相 这边 刚刚进行完三个小时的节目录制 每个人状态不一 但面对全国媒体还是都笑蜜蜜地拿起了精神 在第一集中 张翰在节目中呈现出的自恋 自我不善沟通等个性被观众吐槽不停 但网友纷纷猜测 张翰绝对会在后面逆袭 果不其然 郑姐姐弟弟在群访时第一件事就是夸张翰 这第一期不是还对张翰的表现满腹牢骚 这会儿怎么就纷纷倒阁了呢 大姐正佩佩不小心剧透 其实中途换过导游 结果发现还是张翰好 因为导游是不容易当的 她挺能担当的 这中间是有很多人吗 对 这不能讲 干啥呢 我不知道 那我不说 在之后的旅行中 大家不仅对张翰的表现大为改观 也各自找到了自己的最佳拍档 媒体问及 如果以后旅行只能选一个人会选择谁时 凯莉毫不犹豫地选择张翰 正佩佩与刘涛两人互选相依相畏 没有存在感的菲儿选择了大家 而张翰则选择了花花 可惜花花却辜负了她 从拍档关系图来看 张翰是彻底逆袭了 张翰是彻底逆袭了 这一路你一直在拒绝 没有我最后不是离不开你了吗 没有我最后不是离不开你了吗 我是因为我琴姐是她跟我 就是比较聊得来很 很投缘 反正我觉得我没有遇到过一个 这么能理解我的人 从拍档关系图来看 可以总结接下来的节目 张翰是彻底逆袭了 凯莉是越来越好玩了 许晴与花花是继续傻傻天真了 佩佩和刘涛是在树立理笑典范了 而李菲儿是继续没存在感了 总之花儿与少年是越来越有戏了 咱们就截止看吧 先锋记者万灿深圳川长沙采访报道